大家好 今天就不是很多新闻而已 今天就是一个重要日子 因为疫苗通行症就扩展到儿童了 但是头条新闻应该是今早几分钟前的 今早看到 好 先看看有没有照片给大家看看 有就展示照片 死不死 很难找 应该是阿超三分钟前 三分钟前就看到 给大家展示一下 让大家看看 为复尚作准备以施政报告公布细节 香港政府准备送50万张机票 50万张机票给全球鸡妻 腸鸡妻 者 我们去做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了不起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呢 我想50万张机票参加多少钱呢 df is 50万 没有 因为他说看内容是争取东南亚客 五十万那么少?我豪点捐给他也捐到了 政府一顶顶顶五百万到五千万 欧美客全部你来就可以了 过去一年两年没来过 叫机场查一下他就可以捐回机票的钱 诸如此类了 是不是? 吸引人来要大手筆些 我看见好像很厉害 但是想真一下 这儿很少钱而已 是不是? 三十五十万 他说机管局是2020年扣入的 五十万还有效吗? 为什么机管局会买了五十万张? 邦国泰是不是?我猜是 但是两年前买入的还有效 当你有效 总之就是给他一笔钱了 预购了 将他拿来都合理的 为什么不让香港人回来呢? 让他把许智峰叫他回来 诸如此类 就是如此 正当全世界正常的过復常生活 香港不可以不做了 根据这个报道 今天早上的事而已 讲火向传媒放风 我说是真的 如果疫情有反弹 没有反弹呢 十九号施政报告就很聪明了 那客观效果是怎样呢? 如果你是欧美旅客 香港搞了 零加三了 这样 你了你了 零加三其实是可以来的 你说旅行 是不是? 尤其是自由行 那你可能有朋友在香港就可以了 是不是? 头尾休息一休息 然后才上街玩回几天 那些 突然说 咦?遲些有机票 那就是 等十九号才行 可能要抽签的 要五十万张 但是这些可能等多一阵 遲些才安排旅行 你现在会觉得 去到十月尾 十一月就已经不是旅游季节了 北半球开始冰了 那些人开始 那学校是如火如荼 就是上课 那整个地城市 就是不是旅游季节了 总之很少价了 是不是? 那时候你扔这五十万张 五十万 五十万好像很大的数字 但是有几大效呢? 如果是 这个想法也不错的 我突然看到五十万 很厉害 那多些了 香港人民没有钱 扔够五千万了 就是五千万就是五千个游客 五十万 五十万就是五十个 就是五十 不是 五十万张机票 一张一万就是五十万 就是了 我没有计错 比较五千万 是不是? 那 看看怎么样呢? 看看这个想法 可以不可以 但是你 现在你透露了出去 那些外面上回来的那些旅行社 又怎样都好 又可能说到时候我的团 便宜机票 那可能又押后了 那你就还撕回人了 是不是? 就是你当你预期的楼价会跌 你会怎样呢? 你会迟些才买 是不是? 就算你想买 很想买 很想回来 不过不是逼着 即刻回来 不如等阿超 送个机票先 是不是这么理解呢? 都好的 是 刚才叫做有些势魏 但是 会不会 too late 是? 你看看各国政府 现在的情况 新加坡 日本 推出零加零 那都不是马上来的 你没说错 你到 10月19日才推出 50万张机票 都好 他都不是马上来的 还有啊 那时候还有没有疫苗通的 这件事 完全可以抵消他想来的意欲 你去旅行 当然机票是重要的一块钱 你看现在的机票便宜 机票便宜要考虑 尤其是什么 但是你 突然要多一针呢 是? 你愿不愿意呢? 是? 我就不愿意了 老实实 台湾说你 你来跑马上去 免你 免你 报名费 是? 送一针给你 我都不愿意才说 是? 很过瘾的 这些事情 他们不明白的 是? 那 就是呢 政府说 假设 假设 一般旅游局 在筹备中了 准备呢 就全球推广 进行了零加零 现在还要19号才 零加零 是? 大家都见了 就是 叶楼又说了 越快越好 我呢 譚耀宗也这么说 大哥 都是人大来的 人大都这么说 希望越快越好 凌家零 那你还等什么 还等多19天 19天是6、3、18 差对 个礼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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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礼拜是星期五来的 19日是? 阿超 你真是 一万多拍 到时我告诉你 全世界连疫苗通都没有了 你信不信呢? 我觉得是 走势就是这样 是? 不过你香港还有 是? 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你才说 我们凌家零了 我们几个好东西 还比台湾更慢 是? 假设你推出凌家零 十月推出 是? 是? 基本上旅游业估计 都要明年第一、二季 才有较多旅客出现 正常呢? 消化你的好消息 其实不是 去完提到地方旅行 还想去第二个浮玩玩 香港好像可以了 去好了 香港也好 那就去咯 这样才来 那你不是第一、二季 第一、二季 就是六月 五、六月 Easter那些 农历年 希望 不是 农历年 是第一季 是吧 希望 希望 即是在说那些二月 距离现在足足 六个月 五、六个月 是不是 是吧 三个月 四个月 四个月 四个多月后才 四个多月后才正式回复 比较多旅客 是吧 那 竟然首要对象是东南亚、中东等亚洲国家旅客 那是不是那些机票便宜一些呢 如果不是飞到欧洲 那一万元机票可能可以飞到 是吧 台湾可以飞到 哎 总之五十万人就可以 不用机票来回了 是吧 来香港 那可能吸引人一派自由行 那 那 我不是查一下他 不过我觉得 不够的 你要复兴就不够的 但是起码呢 市面轻轻好一些 那 那就比不比大陆客来呢 哈哈 大陆客又 由中央决定 恐怕呢 到明年都未能够为及他们 到时就 但是呢 经济啊各样大家都知道了 恒指昨天又跌了 恒指又跌 好像那些成交少到剩下几十亿 还是几百亿啊 就是很少了啊 据说 我都不懂这些东西 我都没空看了 千万七了 我自己那些我都不想看了 是吧 但是这个是考虑你入市的 开始我打算是否应该入市呢 经济就是这样的 但是不要了 老老实实了 我始终真的毫无信心 对于现在这个景象 究竟跌到底在哪呢 是吧 就是 没有任何标准 是吧 我经历过两次 是不是两次 金毛风暴那次呢 86年那次呢 一天停市四天那次呢 一天跌了六成 一天跌了六成 股市当然很快上班 那天是波动来的 是 那这次呢 跌下来呢 要慢慢爬上去呢 都很难的了 如果 习近平 连任到更加 更加柔柔无耻 是 是 当然了 是 希望共产党 是 受重些教训的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习近平连任的 是吧 是吧 没有一个意义上 是吧 但是就 香港经济被他累死了 全球经济会不会被他累死呢 全球未必的 但是 可能台湾都 台湾很厉害的 台湾不用承受它 但是香港一定是被他拖死了 香港就拖死他 那我们就 那些楼价都没曾真的大跌 是 跌了三成左右 过去一年 两成三成 近来又跌速加快 那这些 留回阿超去什么 想起阿超真是脚头好 是 这两三个月所有坏消息是这样出 刚刚明天 今天 他三个月 蜜月期 最后一天 他还是死啊死啊等十六后 十九日后有好消息给你 那你 你死不死啊阿超 所以我说 是不是死啊 我都说有些事情要大刀斧斧 那他也算是有办法的了 送五十万张机票出去 不行就加码了快点 还有啊 记得啊 千间万虾明年都要给这个消费券 是吧 因为很多人开始吃二手饭那些出现的了 很多香港人是在死的了 是吧 大家 大家还有样东西可以吃的 如果真的没饭开就吃黄家饭 好 南韩真通关 十五月一号起就是明日就取消入境后核酸检测 所有入境措施都没有了 南韩了 那今天宣布的 明日起就没有了 不需要再进行核酸检测了 那全部解除 那三天内出现症状呢 可以去卫生站免费接受核酸检测 有精像才可以 另外 那你也去南韩玩了 是不是 香港会继续出外的了 因为你回来不用打针了 鼓励了那些人出外 那过了这十一 十二一号没有特别假期了 过了这个 不是黄金周了 十二一号是黄金了 你都不用出街看 明天七千警察在街上 你很厉害 一定 我远离往事 是不是 不要搞我 那你怎么搞呢 没有的 那他不理那么多 最紧要不要出事 那就继续他 那些店铺那些 执门这些 那我就 身处郊区 北区 那我那个区 附近的小店很旺 执了一批 医药房那些 没有自由行的 但是也开了很多小店 经济的东西 我给我的啟示就是 就是一计四一计明的 就是 他当然是大减租 然后他就可以 卖便宜的东西 那些 一般雜货 虽然就是竞争 微利的 但是微利都比没有 他运作到就可以了 那自然有人开回的 很有趣的 吃店也是的 有新的吃店开的 高档的又有 买两送饭的又有 不过这样 以我的经济常识 是这样的 不会死掉的 到他 你过了一个极端 做生意的人 是最灵活的 包括摆地摊的人 他的臭角很灵敏的 那里有条线可以赚钱 那又做了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等环境变迁 自己个人没所谓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不行 真的很惨 是不是 要上班 那些 针就要打 但是工人没得开 那你不生哪个 你不生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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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很多人生他 兼起义行动的时候 你就会害怕 是不是 你似着有三千枝枪 没什么用的 很多时候 乱就乱的 我先警告你 我好心 南韩就下月四日起解除禁止亲友放私疗切施的安排 访客如果自我检测阴症就可以随时看望亲友 即是去医院 过程要戴口罩 医院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好像一向都是这样的 不过好像没有严格的要求 我想以后我们去医院带口罩 反正家里这么多口罩 平日没用的去医院用 一生都够用 好了 你说南韩那么勇 什么环境啊 什么杂料啊 南韩呢 就是二万八千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四十二个不治 一天里面 二万八 还有二万八 你看看如果你放在大陆 他们会怎么封锅了 整个广东省都封锅了 没有二万八 全国都没有二万八 但是封锅了死死的 封锅了死死 南韩这样封锅了 四十二人不治 是香港的十倍 是香港死死死死死死了 应该是千万人计算的国家 香港昨天是怎样呢 昨天就轻轻好一些 正常一些 4269宗确诊 五人死亡 回复一千人一个 这个好计一千人一个做标准 轻轻多一些 第五波共共已经是9940了 总之一万了 在个案里面245宗输入 输入没有少的 输入的比例 经常说 你听听何柏良那样 输入比例低我们就零加零 现在输入比例没有少过 但都是要零加零的 被迫住的 三男 二女死亡 七入二到一百岁 都高过我 一人没打针 有一个没打针 说你听了 就是五个人死了而已 小孩子呢 日前有两个友同打针后面积无力 相信你我小朋友情况稳定 相信只是属非常个别的个案 谁发表这个评论呢 这个就是公务员事部局局长何培恩 关这个公务员事局局什么事呢 他不是医生 是不是 打针的东西竟然由他出来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怪的 因为你记得负责谷针那个就是聂德权 上任 他上司 他是常臂 踢走了那个聂德权就叫他 继续叫做那些东西就照做了 就是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呢 你都不知道了 小朋友希望没事 应该没事的 五至十一岁呢 现在就有五万人没打针 这个是一个大数字来的 这个是一个大数字 但是是不是大到这样呢 是不是大到很大问题呢 说起台湾 台湾就十一月放宽口罩令 首阶段呢 他已经七月放宽了 其实他是迟过香港的 最快十一月放宽口罩令 不用戴口罩 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这个东西比我们更快 香港的口罩 好 在人多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自律去带都合理的 因为现在大家要留意了 没有了流感 也有一些医学的文章说 我信的 就是香港人经历了没有流感的时候 几年呢 可能有个大反破的 跟着没有了Omicron 那些人死在流感 总之就很惨了 就是说 你怎么说呢 你在香港信的那些医生 西医 结果你发觉他是没有法治保护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你不完的 跟着他的指示 打完又打那些疫苗 打完这种疫苗 打了那种疫苗 为什么不回到我们小时候 什么疫苗都不打呢 那时候不怕流感的 感冒也想不上班 你说笑 现在感冒也不准你上班的嘛 Omicron更加不准你上班三天 五天 以后立法 凡是有这些流感都不用上班 大家开心 争着流感 你都要不要吃那么多西药 是不是 以免身体失去抵抗你 是不是 今天死的又是75岁到90多岁 一百岁那些 那些就容易了 我都讲的 到我90岁可能我都考虑读一下流感针 一中就死了 都未必需要的 很简单 我爷爷 我家父都不打针 都没有这些东西 不吃西药 不吃西药的抗生素 结果他们都很健康 死了其他病 跟这些流行病没有关系 那就很重要了 当然人是会死的 会死其他病 但我少了一样 我好地地 听足医生说 有两家人是打针 但他人很厚 一中一样东西 新的流感 就死了 还有流感很多种 大家要留意 打了流感针不是免疫的 一样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有错觉 打了就没事了 一样中流感 因为你中的那只不是那年流行的 就已经没用了 一样可以 只是有一只比较多 今年好像三米柱 它有五只左右 循环这样出现的 所以今年知道哪只流感活跃 所以就准备疫苗做生意了 但是希望不会以后不会变成强制 可能的 无粮商人什么都做不出了 真的不移民都不行了 这样搞法就 年年要读针 好 那大约情况就是如此 讲多介绍这个儿童那个针指今天 即儿童那个今天到期了 大家要留意了 五岁还没打的 现在还有五万人还没打 但原来五万人只是占12% 真是很少 香港人真是喜欢打针 没得说了 那那些儿童已经打了 八成打了 原来88%打了 现在有12%没打而已 那就好 未有符合 推算年龄现在未符合 即12%没打 大家有消息来的 原来香港人真的很乖 很肯打针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这些 听我的多数是同声同气 那不是 那就是什么事都没有了 拜托快点放宽了 不要再搞这种事情了 真的 是吧 如果是这样 都是毫无喜悉 更加没人去打 去光顺吃东西 那就好 好 好 好了 好 如果未打针 怎样呢 还有五万只有88% 食肆 商场 超市 图书馆 泳池等 是不是呢 这件事我留意了很久的了 教育局有指引规定 未什么的 未绝对不能参加货鱼的非学术活动 是货鱼的非学术活动 就是可以不参加的活动 那就不参加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打 不想他打 音乐体育那样不去就罢了 是没事的 我们小时候书都没得读 还说音乐那些 什么全人发展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教育过程 世界可以很古怪的 你要自主自己 你要学一下 不打针 是不是一种 他自己想而已 他从小去研究接触这些知学资讯的东西 我开放的 你喜欢从小打到老都是信息 又是一个生活形式 我从小到快七十了 我都没有理会过西医 不是尽可能是基本上没有看过西医 病是没有看过医生 结果就生存了 而且充满信心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充满信心了 而且很明显的 练习的 然后撑过他 以后一个人就有了一个基础在身上 很多事情 我打几分工是没有请过假的 我在中大教 全职的 我没有请过假的 当然我应该是有感冒过的 但是刚刚中间的堂 有时候都好像没有取消过的 即是隔开 刚刚那天不用上货 那第二天已经好回了 一般感冒 伤风力感冒 好 讲完了 希望各位小朋友就好运了 暂时都是几个而已 几个而已 但是你思考只有一个而已 都没有死到啊 是不是 那你就搞到每个人都打了侵 香港那些 好了 讲多一个话题